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视频应该死伤惨重 但高密市政府宣布指伤亡两人 当地的网友说伤亡绝对不止两人 山东高密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故乡 莫言先生要知道高密市政府隐瞒这次事故的死亡人数 不知道莫言先生做何感想 昨天陕西突发山洪 有27人死亡 也是官方公布的 27人死亡 不能超过31人 因为有法律规定 超过31人就是特大事故 当地领导要被追究责任 所以就说只死了27人 东北的洪灾还在持续 很多城乡被洪水淹没 大量的粮田被毁 中共的高官们正在北戴河避暑游玩 北戴河离东北一步直遥 已经就在山海关嘛 出去立即就是东北 但是没有一个高官去东北去视察 去慰问灾民 去指挥救灾 任由灾民 自生自灭 这两天国内最热的话题 竟然是医疗界反腐 据说已经抓了100多个院长和主任医生了 有的院长据说一次受贿就上百套住房 上百套住房 老百姓一套住房都很勉强 这是院长一次受贿上百套住房 这次反腐力度好像很大 现在已经出现老婆举报丈夫 丈夫是什么医生 这种亲人之间的举报现象都出现了 中国的医疗领域存在普遍而严重的腐败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 过去三年以抗击新冠疫情的名义支出的公共卫生经费 又史乌前列 而且大多数是走特事特办的非常规流程 其中贪污腐败 变本加厉 可想而知 很多人把医药领域的腐败等同于医生的腐败 说医生收红包 开药拿回扣 接受医药代表 性贿赂等等 这些现象当然客观存在 但无论从涉案金额还是腐败性质来看 医生的腐败相对于医药领域行政系统的腐败 那都是小屋见大屋 一名大城市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 年薪可能十几二十万 其中一些人通过收红包 开药拿回扣等方式 再多拿个十几万 这当然是腐败 但肯定算不上严重 刚入门的医生 一些普通医生 月薪甚至就是两三千元 一名大医院的科室主任 尤其是心脉科 肿瘤科等 高消费科室的主任 合法年收入大概能有三五十万 其中一些胆子大的通过药品器械回扣等方式 一年再捞个一两百万 这当然是严重的腐败 但只怕还算不上罪大恶极 真正影响深刻后果恶劣的 是各医院行政系统的腐败 是卫生管理行政系统的腐败 医院主管部门的腐败 主管医院的行政部门的腐败 医药领域有业务和管理两条线 但是由于医药领域专业性极强 这两条线之间的内部人才交流相比其他行业要少得多 相应的隔阂也要深得多 资深医生转为优秀医疗管理人才的极少 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不可能转为医生的 本来应该有医院管理或者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这样的综合专业人才 来弥补这一轰沟 但现实中中国医院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完全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培养方案也相对国际水平落后很多 专业线和管理线的人才隔阂造成了中国医院管理体系的落后与封闭 进而又造成了医院行政管理体系对于医生护士所代表的专业体系的绝对碾压 医院要采购什么药品设备要采购哪一家的 医生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这还不止在医院之上还有政府的卫生管理系统对医院的绝对碾压 小型设备和一般药品的采购 可能院长这个级别还能拍板 那些数百万上千万的设备采购和大宗药品采购 基本上都是市级卫健局的领导才有决定权 医生跟院长根本就没有决定权 跟医院没有什么关系 例如新冠期间各医院采购哪家公司的核酸试剂 优先推哪家公司的疫苗 院长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说医药和医疗系统的腐败源头和大头 根本就不在院长和医生 而在医疗管理的行政体系 还有一个很多人误解的问题 是医生拿药品回扣的性质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利益熏心的医生 在利益的驱使下多开药开贵药 但更多医生选择给患者开回扣药 开可有可无的忠诚药 原因其实是科室和医院的指令属于一种植物行为 药品回扣之分如此普遍 根本上是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 一直没能摆脱以药养医的困局 医生开药拿回扣 本质上就是一种鼻梁未尝 医药养医是老生常谈 也是臣科顽疾 通过医药改革来破除医药养医 都说了十几二十年了 这当的破事仍然没有看到根本性的扭转 十块钱的挂号费 在公立三甲医院仍然大行其道 药品回扣又怎么可能警觉呢 到底是中国的医生配不上人均50以上的挂号费 还是中国的患者配不上诊疗费50以上的医生 医药的浪费比腐败更加严峻 说一个和很多人认知相违背的观点 中国医药领域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腐败而是浪费 看一个普通感冒 原本二十元钱的退烧药就能解决问题 绝大多数医院却会开出一百元以上的大厨房 和两百元以上的检查单来 什么止咳化碳 什么清热解毒 什么清烟利喉 什么杀菌消炎 反正不管有用没用 都给配上药 什么胸部CT 什么抽血化验 不管有没有止症 反正都要检查一遍 这一番浪费操作下来 本来二十元退烧药就能解决问题 每一个三五百 你根本走不出门着 在心脑血管肿瘤等大病治疗中 浪费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什么生白针 什么血管营养针 什么保肝药 什么固本培员 很多对病情不仅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加重病人的代谢负担 令患者血上加霜 还有因为病例信息不呼通 检查结果不呼认 造成重复检查 既浪费医保资金和患者的血汗钱 还一误病情折腾患者家属 真正要想节省医保基金 想要在有限的公共卫生支出基础上 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遏制医药浪费 比打制医药腹脉要有效得多 当然医药浪费之所以难以遏制 或者说决策者不愿意遏制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其中有腐败存在 根源的问题就是医疗行政管理的腐败 今天我们海外团队的一个弟兄 给我打了电话 我们刚刚说完话 他说了一下他对我昨天节目的看法 看了我的节目 他也听了国内爆料团队相关的分析 对于台海战争 对于金马战争相关的分析 这位弟兄他非常赞同国内爆料人的看法 他也不同意老料的看法 这位兄弟认为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 搞经济外行 但是搞斗争确实高手 不要小瞧他的胆略 我们以为习近平不敢做的 他都敢做了 像什么修改宪法 二十大政变连任等等 现在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用打金马来转移这矛盾 是非常可能的 也非常可行 现在只打金马 就如同2014年普京只打克里米亚 八年后再打乌克兰本土 习近平有样学样 先打金马以后再打台湾 金马原来是中共牵制台湾的抓手 让台湾的民意不能走太远 你们台湾还有金门马祖在我们大陆旁边 金马也是台湾防守的前哨 争取战略纵深的外泄 然而现在金马都失去这些作用 保留金马牵制不了台湾的民意了 台湾现在本岛的居民 已经全民驱毒 都驱向台湾独立 金马对台湾的民意牵制作用 现在已经丧失了 还有金门马祖对台湾的防卫前哨作用 也丧失了 因为随着共军和台军军力的紫胶笔掌 台军现在已经丧失了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金马的作用现在已经丧失殆尽了 军马对于台军的军事作用已经丧失殆尽了 只能是累赘 金马一手可能双方都极大欢喜 双方演戏配合一下就成交了 这位兄弟也说 他说有人质疑打下金马 会让台湾直接宣布独立 也会让民进党的赖清德大比数赢得下一届台湾选举 这两点对中共来说都不足虑 因为台湾的民意打不打金马都已经驱逐了 跟打不打金马也没关系 台湾政府如果是金马丢了 因为金马战争而宣布独立 也有很多法律障碍 比如说要修改中华民国宪法 要在立法院的三分之二一席要通过 通过之后还要全民公决 非常复杂 没那么简单 不是说蔡英文总统现在宣布台湾独立就独立了 再说中华民国台湾早已经独立在那里了 民进党也一直说没有宣布独立这回事 现在已经独立了 还独立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一直独立在那里 为什么还要宣布独立 因为纠失金马而宣布独立 只会招致中共继续犯台 没有必要 至于赖清德下一届大选当选为总统 更是人人意料之中的事 中共也早知道 就是比数多少的问题 不打金马 赖清德会五成以上的选票获胜 打了金马 可能是八成以上的选票获胜 区别都不很大 对中共来说也没有意义 金门马祖对于台湾 就像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对于台湾似的 老蒋当年不是在内战失败后 把大陆的故宫的国宝都运去了台湾 后来就在台北建了一个故宫博物院 把这些国宝都展览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 我记得豆温涛就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豆温涛 他讲过说他去台北 他打一个出租车要去看国宫博物院 出租车的司机就是本省人 台湾当地人 就是倾向台独的绿营的选民 他就跟豆温涛说 说国宫博物院那些东西 都是国民党当年从你们大陆偷来的 这个司机说说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会马上把那个故宫博物院的东西都还给你们大陆 说我们台湾人不要那些东西 占我们台湾人的地方 我们要那个没用都还给你们大陆 豆温涛就笑 就这样一个故事 说明金马就像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国宝 对台湾可有可无 丢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这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我最近还观察到了一件事 中共根本无意改善跟美国的关系 有一个证据是什么 中共共军出动海军 跟俄罗斯海军进行了一次联合军演 就是刚刚进行的事情 这支混编的中俄海军舰队 竟然开到了美国的阿六申群岛 大家都知道白岭海峡的阿六申群岛 是美国控制的美国领土 中美海军到了阿六申群岛 美国出动舰机进行监视 这就说明中共跟俄罗斯结盟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是中国解放军 中共军方一直拒绝跟美国军方进行联络 美国军方一直试图跟中共军方建立联系 避免冲突 避免擦枪走火 但是共军一再拒绝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 刚有一位将军出来发言 说他们要跟中国的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建立直线联系 避免摩擦 避免误判 避免战争 但是中共军方都急于拒绝 这个将军直接就说说这就是战争的迹象 是不是台海战争的迹象 中共军方拒绝接触 拒绝沟通 摆明了就是一副战争的姿态 我昨天说到万一金马战争打响 在战时的状态下 中共实行战事管理 又像三年疫情防控那样严控中国社会 我们普通老百姓要如何应对 我想了一下也无非就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第一点还是能走早走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 中国政府刚刚放开出境旅游 我现在看组团旅游 现在也放开了 一些北美国家 乌州国家 现在都放开旅游了 美国都放开了 可以跟团去美国旅游 我觉得这都是机会 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 一旦战争打起来 这些旅游都会停 那肯定会立即停 所以能走早走 不要不走 到时候后悔 我们总说 如果自由在远方 我们宁愿牺牲在路上 第二点就是走不了的 做些准备是什么呢 就现金未亡 尽量不要做什么投资 准备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 甚至做好一道乡下老家 躲避战乱的这样的一些准备 你像在三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封控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有人建议说你们要准备一些生活物资 接下来你们会面临很多封控的这样的一些困难 大家都可能说这个人神经病 我们好好的我们准备什么物资 接下来三年封控 大家就知道了 上海封城封到什么程度 喝水没有 吃东西没有 结果都叫苦连天 所以这次大家一定要未雨绸缪 早做准备 这就叫什么有备无患 第三点是有志反共的 我们这些人人志士的这些弟兄们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准备 虽然是只打金马 一场小型战争 但是也会导致西方的经济制裁 一旦西方祭出制裁 大陆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到时候经济一定会一塌糊涂 爱红遍野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事 我们海外的团队正在设计一场新的运动 就像当初我们设计的三反运动 最后转化为白纸运动一样 现在我们也正在设计一场新的运动 我们的总设计师李一平先生正在精心设计 我们方案成熟了 我们会宣布动员弟兄们一起推进 反正是习近平折腾我们老百姓 我们就折腾他 像毛泽东说的 与人斗其乐无穷 好久没说乌克兰战局了 今天简单说两句 乌克兰的大反攻还在进行当中 不太近如人意 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反攻进度有那么快 但是是在稳扎稳打推进当中 今天凤凰卫视的卢语光 凤凰卫视驻前线的记者卢语光 这个家伙一直总在报道俄军的胜利 但是今天他突然有一篇报道 他说乌军取得重大战果 已经突进到托克马克 而乌军13号是在加布罗热的攻击 有了重大的进展 乌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突入了 托克马克是右翼的定居点 那么这个定居点离托克马克市的东郊 只有是3.8公里 离额控中心的城市 美利托普尔直线距离只有50多公里 乌军这次进攻尽管比较慢 但是慢攻出戏活 洋人就是这样 毕竟是打仗是死人的事情 不得不谨慎 我们还是坚信乌克兰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攻守双方的角色 都已经发生逆转了 原来是俄军一直在进攻 乌克兰在防守被动挨打 现在是大反攻 乌军想打哪打哪 想攻击哪攻击哪 俄军现在是被动挨打 在那里防守 现在乌军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 随着F6战机到位 长城导弹的不断到位 乌军最后一定会战尽优势 取得胜利 这个是我们不用怀疑 还有就是普京 他2014年打克里米亚 拿下克里米亚 22年他又进攻乌克兰本土 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 人心不足 蛇吞象 现在他已经完全被动了 尤其是瓦格纳的叛乱 让他彻底颜面尽失 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是瓦格纳叛乱平息了 攻外吹城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空将军 是王牌主力部队 又要叛乱 这个消息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这个王牌军的空将部队 正在酝酿着一股叛乱的情绪 现在普京已经命令 俄罗斯国家安全局 正在调查 正在镇压 如果是空将军叛变 那可不是瓦格纳叛变 可比的 因为他们人数更多 装备更好 他们是正规军 如果叛变了 那普京绝对就是完蛋 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申到习近平即将发动的对金马的战争 一旦习近平发动对金马的战争 中共的那些高级将领们 会不会借机搞事情 这个我们都值得期待 像瓦格纳这样 像俄罗斯空将军这样 火箭军的那么多高级将领 不已经反了吗 向美国不断的泄密 习近平在抓他们 弄死他们 让他们被自杀 一旦有战事有战争起来 就是这些将军动手的时候 所以我是充满期待 不怕不打仗 只希望早打快打大打 因为发动战争 就是独裁者的末日 历来就是这样 战争都是战争贩子们的末日 又到欢乐环节 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习近平不到洪灾现场 但是央视新闻突然间播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到洪灾现场 朝鲜刚刚经受台风卡弩的袭击 很多地方也是被洪水淹没了 金正恩就第一时间赶到洪灾现场 指挥抗洪救灾 我看很多中国网友跟帖评论 看来三胖真是人民的领袖 我们的那位还不如三胖 小三胖烟卷一雕 你这多酷 再看这个 大陆先医疗反腐 网民呼吁 废除高干病房 高干病房是最大的探务腐败 为什么不能把它取缔了 再看这个 医院院长主任医生已是下游 医保局 卫健局 药监局 物价局才是上游 药品 器材 集采 价格制定 医保报销 目录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排查 作为曾经的医疗代表 我有发言权 医疗反腐 如果只查几个院长医生 那并没有什么用 药监局 卫生局 食品局 医保局都必须研查 从源头打击医疗腐败 源头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上游的水是浑浊的 下游的水是不可能干净的 正所谓上凉不正 下凉歪 下凉不正倒下来 再看这个我们的外长 王毅先生 回国单身外长的王毅先生 就参加国宴 拿着手机正在打电话 大家看手机不是华为 是苹果 王部长也不爱国 不用国货 用苹果 中国现在大抓间谍 四处张贴标语 大家看这个 窃密必被抓 抓住就杀头 发现间谍行为 举报有功 房间反谍举报电话 12339 这又是文革那一套 再看这个 全国人大代表 慈善总会的荣誉副会长周森 这个家伙提交一案 必须立法 强制每个人每个月 都必须捐钱做慈善 我国每个公民都有义务 拿出每个月 捐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 用于做公益 并且要立法强制执行 这不捐都不行 要立法让你捐 就这么办 福建女子发现男友不会唱歌歌 怀疑欺世间谍 当即将男友举报 太好了 你们要发现自己的亲人不会唱歌歌的 都可以去举报 据说是50万 奖金的 再看青岛市长张新奇 为了造福市民 全力力化青岛 后来得知 他老婆开的就是一家住宿的公司 再后来发现他老婆在银行存款18亿元人民币 市民庆幸 多亏他老婆开的不是火葬场 开的种树的公司还好 他就全力绿化青岛 要开火葬场 那就把全体市民都给弄死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